经典的GTA三部曲终于回归了 而随着画面和操作方式的重置 许多玩家或许会好奇 那些经典的彩蛋是否会随着游戏一起回归了呢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重现我们最喜欢的九大经典彩蛋 GTA三中的这作写着 你知道你不该来到这里的警告牌 或许是GTA系列中最知名的彩蛋之一了 而在GTA三部曲绝定版中 玩家可以用和原作中同样的路线 前往这个彩蛋的所在地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借助汽车引擎盖跳跃的方法 不仅彩蛋们人在 玩家们最喜闻乐见的作弊马也在本作中回归 其中最亮眼的当属来自GTA自由成故事的大头娃娃模式 玩家只需输入在无数经典游戏中都登场过的科乐美丽集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以及PS手柄上的圆圈和叉 就可以将主角克劳德和其他角色变成大头娃娃 但玩家请一定仔细斟酌 因为游戏中不分NPC的大头形态着实有些惊悚 用狙击枪射击月亮这种事虽然看起来有些乐趣 但它在GTA中却能改变月亮的大小 本作中这个经典彩蛋也回归了 玩家每朝月亮开一枪都会让月亮变大 自由成的居民们恐怕会被吓得不轻 这个小彩蛋在罪恶都市和圣安地裂司中都会出现 罪恶都市丝毫没有演示过电影八面煞星对它产生的影响 著名的3C公寓彩蛋就是最直接的致敬之一 尽管这间公寓的房间门看起来和其他的门一样 似乎只是平面贴图 但玩家可以从这里进入 房间内的陈设都和八面煞星主人公Tony Montana 当年拜访过的那些房间类似 包括这台电锯 比起彩蛋 这个更像是开发者留下的小惊喜 玩家们在Starfish Island上的一处干涸的泳池里 能够找到这个沙滩排球 而一旦玩家和这个球互动 它就变成了一个颠球小游戏 不仅角色的头顶会出现一个小技术器 在2021年的决定版中 玩家更是可以获得一个对应的成就 这都市里最知名的彩蛋 可能是这个真正的实体版彩蛋了吧 这个彩蛋隐藏在VCN塔顶的直升机坪附近 玩家绕上一圈路 就能找到这个亮光的窗户 窗户内可不是房间 而是这个巧克力彩蛋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 祝贺玩家复活节快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圣安地列斯的彩蛋 在天使松树处 玩家可以找到几个垃圾桶 把它们撞倒 你就能看见底部散落的几张熟悉的地图 以这座金门大桥为圆形的 甘特大桥上 有一个热度很高的彩蛋 但我们稍后再来讨论 首先来看看大桥下方这块信息公告牌 这是为数不多 完全更新过文字的彩蛋 大桥的各种信息 都被更新为和重制版对应的版本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写着 这里没有彩蛋 快走吧的传奇标牌 它带着一身现代气息 依旧住立在甘特大桥的顶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